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了赫赫光虚,但在他出生两百多年前,一个曾经强大的诸侯国的衰弱,对秦国确立对其他诸侯国的优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 晋国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清祖划分,韩世清祖即使在晋国攻势的衰弱中逐步崛起,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那么,韩世清祖是怎样兴盛起来的呢? 敬请关注王立群独史记,秦始皇之,韩世出兴。 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六国,贫天下,最终统一了之一。 中国,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功劳,也和秦国一代代国军的艰苦努力分不开。 而在前面的节目中,王立群先生经过《湘公立佛》、《墓公东阔》、《商鞅变法》等十二级内容, 讲述了王立群独史记秦始皇系列的第一部《秦国崛起》, 为我们展现了秦国从由确切文献记载的秦庄公时期, 到秦王嬴政开始制定统一天下的同天大计时期, 总共六百年的秦国历史, 真实在线了秦国的艰难崛起之路。 从今天开始,王立群先生将为我们讲述这个系列的第二部《横扫六国》。 在第二部,王立群先生将把我们带出那个风延四起的时代, 再现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过程。 而秦王嬴政灭六国的第一个国家就是韩国。 韩国是从秦国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国。 韩国是怎样发展起来,又是怎样被灭掉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秦国的衰落讲起。 秦国曾经是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第一道防线, 但却因为弄乱而分裂,变成了韩兆卫三个国家。 那么,曾经强大的晋国究竟是怎样衰落的? 韩氏一族又是怎样兴起,最终成为瓜分晋国的一个清族? 而秦王嬴政灭六国,为什么第一个灭的就是韩国? 从本期开始,王立群先生将为我们讲述韩国从兴起到灭亡的全过程。 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旨,韩氏初兴。 作为秦国来说,他最终统一天下,应当是两个因素的合力。 一个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强大,另一个方面,是六国的衰落到灭亡。 这才形成最终统一天下的局面。 而在六国之中,在秦王嬴政,他向东消灭这个诸侯国统一天下的时候,其实和秦国关系最密切的是晋国。 我们曾经讲过木工东阔,秦木工曾经是秦代历史上一代民主,他一生致力于东阔,但是最后是暴恨而终,没有完成。 秦木工为什么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任务呢? 是因为秦国的东边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继国。 晋国成了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第一道防线。 秦国如果不能越过这道防线,不要说灭天下诸侯了,连兵出寒谷官都不可能成功。 所以,晋国和秦国的关系特别密切。 但是,晋国给秦国倒不是两个对等的国家。 我说这个对等的就是指他们的出生而言。 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承王的弟弟。 大家都知道五王灭伤,然后让他的儿子承王继位。 成王的弟弟封到这个地方,后来发展起来就是晋国。 所以晋国可以说是根正苗红的正宗王室。 当晋国诞生的时候,秦国还不存在了。 晋国是后来在西周灭亡的时候,因为帮助周幽王被封了一个诸侯。 所以和晋国相比,他是一个暴发户。 他不是一个原来就有的诸侯国。 但是历史非常奇特的是,在秦国历史上,秦国的强大,最重要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 孝公的商鞅变法以后,秦国迅速崛起。 所以秦国的崛起应当是从孝公开始,真正开始崛起的。 而在秦孝公继位前42年,历史上竟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阻挡秦国进入韩古关以东的, 那个强大的晋国一分为三呢,变成了韩赵魏三国。 也就是说,晋国首先一分为三,变成韩赵魏三个小国。 然后42年之后,秦孝公继位开始变法。 换句话说,晋国这一个超级大国消失了, 秦国这个超级大国诞生了。 对秦国来讲,晋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 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能统一天下吗? 秦国收拾韩赵魏三个小国, 花了二百多年的时间, 才把韩赵魏三国灭掉。 如果韩赵魏合起来是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 那能是秦国统一天下吗? 那能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吗? 所以,在我们解读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 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课题, 就是晋国为什么一分为三呢? 晋国之所以一分为三, 最重要的原因是晋国的公族, 所谓公族就是指的国君的亲属, 晋国的公族被大量的屠杀了, 就晋国的公族没有了。 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 叫晋于公族, 所以晋国的国君的亲属了, 不存在了。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 也是这个时期一个很突出的现象, 这个现象要追溯起来, 应当从晋献公开始说起, 晋献公的曾祖父, 是晋献公的小儿子, 晋献公有一个长子, 有一个幼子, 长子后来继承王位, 就是晋国的国君, 他的小儿子就是晋献公的曾祖父, 后来被封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古地名叫曲沃, 现在大致相当于山西省的文喜县, 封到曲沃以后, 这是晋国国君的小儿子封去的,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的规定, 在一个宗族内部, 自有嫡长子是大家长, 所以称之为大宗, 他其他的儿子都称之为小宗, 所以晋献公的曾祖父会封到曲沃这一支, 他实际上是个小宗, 但曲沃这个地方自然条件非常好, 非常适合农业发展, 所以曲沃这一支的小宗很快发展起来了, 由于他农业生产好, 地理环境好, 产量高, 农业发展, 他的力量强大了, 他就想夺大宗的军位, 经过晋献公的曾祖父, 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努力, 花了差不多将近七十年的时间, 把晋国国军的大宗给杀了, 夺了晋国国军的位置, 小宗灭了大宗, 这几十年之间, 这个路其实走得很不平坦, 因为小宗去夺取大宗的君主之位, 这是违反宗法制的, 所以朱天子两次出兵, 晋国的宗族势力也反对, 但是最后, 因为曲沃这一支力量太强大了, 你压不下去他, 而且最后他做得很巧妙, 他最后当晋献公的父亲杀死晋国的国君以后, 他送了一大批宝器给当时的周天子, 这叫向天子行会, 行会行到天子的头上来, 结果周天子都笑纳了, 这还不算, 周天子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时候许多诸侯国之内都出现了小宗夺取大宗, 异性夺取国君位置的这种现象, 所以周天子也管不了了, 这样的话呢, 就默认了晋献公的曾祖父做了国君, 晋献公继位以后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虽然是小宗发展起来做了晋国的国君, 但是大宗那一只还有很多儿子存在啊, 你把人家的爹杀了, 给人家的国君的位置夺了, 但是人家爹死了, 儿子还在, 还有一大帮儿子, 这些儿子都叫做公族, 晋国国君的亲属公族, 这些人的存在, 他威胁到晋献公的军位, 所以献公八年, 晋献公就下令屠杀, 把大批的晋国的公子给杀掉了, 杀的结果倒是同性的杀光了, 就是公族没有了, 但是公族没有以后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是, 异性的亲族发展起来, 为什么韩赵卫三国最后三家奔进呢? 就是你把同性的给杀了, 你总的还得有人掌权呢, 同性的没有了, 异性的就起来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晋献公宠利吉, 这是发生在晋献公五年的时候, 他就攻打一个利荣, 一个荣族, 然后利荣打败了, 打败这个利荣呢, 就献上了一对姐妹花, 就是把姐妹两个都送给了晋献公, 姐妹两个长得都很漂亮, 晋献公把两个姐妹呢, 全部效纳了, 然后呢, 七年之后, 他这个利吉生了个儿子, 利吉的妹妹也生了个儿子, 而晋献公在接受利吉之前, 宠幸利吉之前, 他已经有了太子, 就是太子申生, 这个太子申生是要固定, 按照宗法制的规定, 他是要继位的, 但是利吉他得到晋献公宠庆以后, 他想让自己的儿子继位, 那怎么办呢, 那就得费敌隶属, 费长帝幼, 这又是违反宗法制的, 但是这个利吉本人呢, 他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表现, 唯一的办法, 就是想个招, 把其他的国君的儿子都除掉, 特别是除掉太子, 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利吉就在等待机会, 首先提出这个意见的是晋献公, 其实晋献公帮了秦国的大忙, 他先杀了一大批公主子弟, 然后的宠幸利吉, 他提出来要让利吉的儿子取代太子申生, 但是利吉他觉得晋献公的做法, 竞肃于赤裸裸, 他不想那么赤裸裸的夺, 结果呢, 晋献公一提出来, 他反而哭着说, 绝不能这样做, 因为立太子的事情, 第一, 祖后都知道, 第二, 太子立过军功, 多次立过军功, 老百姓都拥护他, 你现在突然间没有过错, 把他废掉, 天下百姓不答应, 所以利吉还说了太子很多好话, 这就是利吉很高明的地方, 当然也可以说是利吉很狡猾的地方, 他反对, 赤裸裸的废, 他最后找了一个, 两个办法, 他首先找了两个人, 这金献公非常宠幸的大臣, 去给金献公说, 他说有三个地方很重要, 一个是屈卧, 因为金献公这一支就是从屈卧发展起来, 最后占了人家大宗的国都的位置, 说屈卧是宗庙所在地, 要派一个重要的人物去镇守, 边疆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 也需要派重要的人去镇守, 这个话提醒了金献公, 金献公就把太子申生派到了屈卧, 把太子申生两个很有才华的弟弟, 派到这两个重要的边疆小镇, 去镇守, 而金献公的身边只留下了利吉, 利吉的妹妹, 利吉的儿子, 他妹妹的儿子陪着金献公, 这样大家都明白, 金献公要废底地数了, 这是第一步, 而且利吉这个人, 他知道把太子点到一个地方去, 并不能算结束, 必须要想除掉太子, 还得下个阴招, 还得下个狠招, 他想了什么办法呢, 他托人给太子烧了一个信, 说你父亲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你母亲了, 你父亲梦见你母亲了, 现在就需要你给母亲去祭奠一下, 这太子很老实, 不知道这是个祭, 不知道这是个夺命殷招, 他就去祭奠了母亲, 然后按照规定, 把祭奠他母亲那个求福的那个肉, 叫福肉, 带回来献给金献公, 金献公外出打猎, 没有回来, 这个肉就放在宫殿里面, 立即就派人在这个肉里面下了毒, 两天以后, 金献公回来, 厨师们把这个肉端下来, 金献公抓住就要吃, 然后立即说这个肉不能吃, 第一他从外地运过来, 第二放了两天呢, 还是多个新养好, 然后呢就把这个肉扔到地下一点, 结果这个地下来, 肉截住到肉的部分, 它突然间隆起来了一大块, 就是土会隆起来一大块, 证明这个肉有毒, 然后把这个肉扔了一块给狗吃, 狗吃了立马死了, 然后找了一个小尘来, 让那个小尘吃了, 这小尘吃了以后立即又死了, 做了三次测试, 证明肉里有毒, 这下子立即来了精神头了, 一把鼻涕一把泪就哭起来了, 哭什么呢? 哭了三点, 第一, 太子真狠, 连他老爹都不放过, 第二, 这县公年龄都这么大了, 还能活几天啊, 这当儿子都等都等不及啊, 抢班夺权啊, 第三, 这有毒的肉, 都是冲着我们母子来的, 为了让县公本人安全一点, 我们母子还是赶快逃亡吧, 这话说的, 把进县公给忽悠住了, 你说父亲不了解儿子吗? 父亲非常了解儿子, 进县公开始绝对没有怀疑太子神圣, 但是再聪明的人也隔不住忽悠啊, 这忽悠厉害得很啊, 那进县公被立即, 这三忽悠两忽悠忽悠的就相信了, 所以进县公马上就改变了对太子的看法, 太子深圣一听说他献过去的肉是有毒的肉, 狗吃了狗死, 人吃了人死, 太子吓得就赶快逃了, 逃回自己的渠卧去了, 这边进县公就要想处理这个事, 太子逃回去以后啊, 就有人告诉他, 说这个活谁做的呢? 立即做的, 你赶快找你爹说清楚, 太子是个很仁慈的人, 他说我爹年龄大了, 离了立即, 他睡不好觉, 吃不好饭, 我如果给我爹说了, 我一定会生气, 气大伤身啊, 我就成了个不孝之子了, 有人又给他建议, 你要不愿意说明, 你就赶快逃吧, 太子说, 我背着这一个杀父之名, 我逃往哪个国家, 谁会收留我呢? 我还是自杀了吧, 太子最后就自杀了, 这个时候呢, 太子两个很有才华的弟弟来了, 来找他爹汇报工作的, 然后就有人给立即打了个小报告, 说太子这两个弟弟对太子之死是有看法的, 所以立即一听就害怕了, 赶快到晋献宫那儿, 又开始忽悠了, 这次怎么忽悠呢? 说你那个儿子下药的时候, 你来着这两个儿子, 他们都知道, 就你我不知道, 结果这么一说, 晋献宫也怀疑他另外两个儿子的, 这两个儿子很有才华, 一听说这两个儿子来个不辞而别, 全逃了, 逃过以后, 晋献宫觉得这两个儿子不辞而别, 一定是心里有鬼, 他人去抓, 结果一个儿子是坚守自己的城池, 没有被攻破, 另一个儿子就逃跑了, 这样一来, 死的死, 逃的逃, 有罪的有罪, 晋献宫的公主, 差不多又被摧残光了, 所以等到公元前651年, 晋献宫一死, 立即的儿子就即位了, 但这个即位, 晋国的大臣不同, 晋国的宗法势力不同, 儿子即位那个王位, 还为暖热, 杀了, 被大臣杀了, 杀了以后呢, 又有人, 把立即的妹妹的儿子, 扶到这个宝座上去了, 没座上几天, 又被大臣杀了, 所以宪宫这个时代啊, 晋国的宫族遭到两次打击, 一个是大宗的宫族被晋献宫杀了, 一个是小宗的宫族被晋献宫立即之乱给祸害掉了, 在这样一个结果下, 晋献宫时期的晋国的宫族势力急剧下降, 同姓的贵族没有了, 异姓的贵族就来补缺了, 结果就在这种情况下, 异姓贵族起来了, 我们先说韩姓, 因为这个韩姓关系到我们下面即将讲到被秦王嬴政灭绕的第一个的韩国, 韩姓是怎么起来的呢? 在韩姓的发展史上, 非常有贡献的一个人叫韩爵, 韩爵这个人是在韩姓发展史上, 非常有贡献的这个人, 他的贡献是参加了一场战争, 立了战功, 最后做了六卿, 什么叫六卿? 晋国的军队分上军、中军、下军三支, 上中下三军, 每一军都有一个正统帅, 一个副统帅, 那么上中下三军一共有几个统帅呢? 六个统帅, 这六个统帅打仗的时候是六个统帅, 不打仗的时候, 这六个人都是晋国的清, 周朝的宗法制最高的是天子, 下面是竹后, 竹后下面最高的官就是清, 而这六卿平时是高官, 战时是主战的军事统帅, 所以六卿握有实权, 韩爵当上六卿和一次战争有关, 在周定王十五年这一年, 晋国的警公派了一个大夫叫希克, 这个大夫希克叫他去齐国出使, 希克虽然是个大夫高官, 但是希克是个残疾人, 结果到齐国去, 齐国的国君叫齐清公, 他看见希克作为晋国的使节来了, 是个瘸子, 他给他找了一个领路的人, 前面有一个打牌的, 晋国, 后面跟着一个瘸子, 他前面举牌的一个, 他找了一个很正点的瘸子, 一个举牌的瘸子, 领着一个晋国的瘸子入场了, 这还不算, 同时来的还有一个曹国的使者, 这个曹国的使者是个罗锅, 然后齐清公他又找了个罗锅给他举个牌, 就是一个罗锅领着一个罗锅, 第三个还有一个魏国的大夫, 他是一只眼失明, 一只眼失明, 这个历史记载就是这样的, 我也觉得挺巧, 他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叫独眼龙, 前面举牌的, 他也找一个独眼龙, 然后一个瘸子领着一个瘸子, 一个罗锅领着一个罗锅, 一个独眼龙领着一个独眼龙, 三个人都顺序走上大殿, 在走上大殿之前, 这个齐清公让他的母亲坐在大殿后边观看, 他母亲一看着两个瘸子, 这个动作不大协调, 特别走上大殿的时候, 那个动作不大协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三对全上来了, 然后呢, 这个齐清公的母亲就哈哈大笑啊, 大笑不止, 他觉得太开心了, 他儿子给他搞了这么一出演出, 希克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 前面给他带路的这个人, 他并没有注意到是在戏弄他, 后来他发现, 他前面是个瘸子, 那个罗锅前面是个罗锅, 三个都是这, 他觉得这个齐清公太可恶了, 而且他听见后殿中间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大笑声, 这个女人就是齐清公的母后, 所以希克非常恼火, 把公事办完回去以后, 希克就给这个静景公说要逃伐齐国, 这个时候静景公比较理智, 说了一句话, 子之怒安足以反国, 说你的这个内心的怨愤, 怎么能够麻烦我们这个国家, 为你去报这种仇呢, 他确实是侮辱了你, 但是我们总不能为了他侮辱你而兴师动众吧, 等了三年, 周定王十八年的时候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呢, 齐清公率领军队侵犯鲁国, 然后魏国去救鲁国, 魏国给鲁国都打了败仗, 然后这两国都要求齐国出兵, 晋国出兵, 魏鲁两国向晋国求救, 晋国就征求大臣的意见, 这个时候晋军主将就是个希克, 受过戏弄的希克, 坚决主战, 这个时候晋警公考虑的问题就不是戏弄自己的使节了, 他考虑的是齐国需要教训他一下, 如果齐国再这么嚣张下去, 齐国很可能给楚国结成联盟, 对晋国非常不利, 决定处理, 所以让希克担任中军主将, 带领八百辆战车出发逃伐齐国,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齐清安之战, 安是安山的安, 这个安呢就在今天山东省济南市的附近, 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仗, 齐清两国军队在济南附近, 刚一开战, 这个齐清公啊很不理智, 他说了一句话, 五顾简灭死, 耳后昭食, 什么意思呢, 我先把这个齐晋国的军队给灭了, 灭了晋国的军队, 我再吃早饭, 早饭不吃了, 咱们先打一仗, 把它给灭了, 咱们再吃早饭, 这话说了有点太狂了, 然后没吃早饭, 也没有他的让他的战马, 披上铠甲, 就冲过去了, 这边的晋国的军队的主帅是西克, 主帅的任务呢, 是坐在拆设, 是战车上面一直敲鼓, 因为古代是几股进军啊, 主帅是要敲鼓的, 主帅坐在车上一直敲鼓, 西克一开始打仗就受伤了, 但是西克一直咬着牙, 不停地敲鼓, 最后他坚持不住了, 他的助手帮助他敲鼓, 他的助手也很勇敢, 一直帮着敲鼓, 所以这个晋军主帅这个车战鼓不停, 战车不停, 所以晋国的军队跟着主帅的战车一拥而上, 齐军大败, 齐清宫打了败仗, 逃, 后面追赶他的人, 恰好就是韩绝, 韩绝这个时候是个司马, 随西克驻征是个司马, 他的后面追, 他咬住齐清宫的车, 死追不停, 韩绝的助手都被齐清宫上面的警卫射死了, 他也不管, 一个地儿追, 眼看着要追上了, 结果, 韩绝在最关键的时刻, 他弯下腰来, 把那个倒在车上的他的助手给扶起来, 因为他的助手都被前面那个齐清宫上的警卫啊, 用剑给射伤了, 他就扶了扶他, 他的一弯腰, 齐清宫车上的警卫很机智, 他来了个吊包计, 他一看韩绝, 弯下身来, 不盯着他的车来看, 他就坐到齐清宫的位置上, 然后让齐清宫站在他的位置上, 古代的战车呢, 我比如说这么一个讲台式战车, 中间是个赶车的人, 叫玉, 右边站的是个警卫, 叫车右, 主将坐在后边, 是这么一个位置, 赶车的警卫主帅, 赶车的没动, 这个警卫呢, 趁着韩绝一弯腰, 他和齐清宫两个人换了个位置, 让齐清宫站在警卫的位置上, 他自己坐到主帅的位置上, 因为他已经撂到, 很难逃出去了, 果然, 韩绝追上来, 把车给拦住了, 拦住以后, 齐清宫不是坐着扶楼了吗, 但是真正的齐清宫呢, 就是站在警卫员的位置上, 那个假的齐清宫呢, 实际上是他的警卫坐在车上, 他就让他的助手, 让那个警卫, 实际上是那个假警卫, 齐清宫让他下车去打水, 这个时候韩绝犯了一个错, 他俩一换位置, 韩绝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他就误以为坐在后边那一个是齐清宫, 下车打水的是警卫, 他就没管, 然后呢, 坐在后边的警卫, 这个假的被抓住了, 那个真的下去一打水, 另拉了, 找了一辆车, 坐着逃了, 所以韩绝这次是抓住了齐清宫, 但是又让齐清宫逃了, 就这, 他也立了功, 毕竟是俘虏了齐国的国君呢, 所以回来以后, 韩绝就得到重用和提拔, 让他坐了上清, 就是坐了这个六清之一的这个位置, 他进入了六清, 就等于他掌握了军权, 掌握了军权, 韩国的崛起, 就是从韩绝这开始的, 所以韩绝担任的六清, 意味着异性清族, 在晋国已经开始发展壮大了, 那么韩式清族, 在韩绝之后, 又是怎么样发展, 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呢呢呢,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就在秦国的几代国君, 实时变化, 秦国慢慢崛起之际, 秦国之外的其他诸侯国,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最为明显的, 就是晋国, 晋国从一个称霸中原的诸侯大国, 分裂为三个小的诸侯国, 晋国的分裂, 一下子让秦国凸显出来,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 晋国的衰落, 也让秦始皇同一六国, 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那么, 晋国是如何衰落的, 韩兆魏又是怎样形成的, 晋国的分裂, 对于秦始皇同一六国, 又有怎样的影响,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三家分镜,